好,我們來看一下前文的部分 全文 今日は試験です 今天是考試 試験問題には 詳解、文字、語意、読解、文法の三つのセクションがあります 2があります 是存在句型 但這句話比較長 那意思是說 在考試的問題當中 有聽力、文字詞彙、閱讀語法的三個部分 三次是一個代名量詞 section 是一個部分 或者是項目的意思 當量詞遇到名詞時 中間會加上の 好,所以考試的題目當中分為了這三個部分 それぞれのsectionには 在それぞれ、それぞれ是各自的 それぞれの結名詞 表示各個的 それぞれのsectionには 五つの大き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那在每一個部分裡面呢 就是聽力算一個部分 文字詞彙算一個部分 閱讀跟語法算一個部分 在這三個大的部分和項目當中 又有五つの大き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有五個大的題目 大きな問題には 在這個大的題目當中 幾次是幾個 幾次か是表不確定 幾次かの小さ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那這裡又有一個2があります 這裡連續用到三個存在句型 在每一個大的問題當中呢 又有好幾個小的問題 それぞれの問題には 在每一個問題當中 四つの選択肢があります 有四個選項 正しい答えは 正確的答案 一つだけ今天學的表限定 ですから表原因 因為正確答案只有一個 二つ兩個選んではいけません では行けません 表示不可以 那不可以選擇 兩個答案 只能選擇一個 好,我們來接触一下 今日は試験です 試験問題には 懲戒、文字、語彙、読解、文法の 三つのセクションがあります それぞれのセクションには 五つの大き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大きな問題には 幾つかの小さ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それぞれの問題には 四つの選択肢があります 正しい答えは 一つだけですから 二つ選んではいけません 好,我們來看下一段 好,這個地方是寫錯的 書き間違った 這個地方是 用動詞的連體形來做定義 書き間違ったところは 你寫錯的地方 書き直してもいいです でもいいです 是表示可以 が 我們看了後半句 意思是說 你寫錯的地方 是可以重新寫的 かけだおす 這個地方是用動詞的連體形 來修飾這個名詞 來做定義 跟它的效果是一樣 只是呢 連體形可以是 動詞的基本形 也可以是動詞的他形 好,那麼在這個重新寫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點上 前の答えを 要把之前的答案 消し込むで 用這個橡皮擦 きれいに 今天學的形容動詞 然後呢 把它加上に 變成一個狀語 可以作為副詞 修飾後面的動詞 けさなくてはいけません 好,這個地方的 なくてはいけません 是必須的意思 好,意思是 我們在修改這個答案的時候 必須要用橡皮擦 把之前的這個答案 給擦得很乾淨 開始のベルが鳴る前に 動詞的基本形 加上前に表示 在做某事之前 那麼在開始的鈴聲 打響之前 先生は 老師 このように 像這樣 説明しました 老師 像這樣說明了一些 考試的要求 本当に 真的是 難しくて しのんつ ばいいかべくて しのんつ 的連接型 考試真的很難 而且呢 きびしい きびしい是很嚴格 嚴格 是しのんつ 可以直接修飾名字 真的是一場非常難 而且是非常嚴格的考試 しかし 但是呢 みんなは 都 所有的人都 一生懸命 一生懸命 是一個副詞 可以直接修飾動詞 頑張ります 是努力和加油的意思 好 我們再把這部分 読一下 描き間違ったところは 描き直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描き直すときに 前の答えを消し込むで きれいに消さなくてはいけません 開始のベルが鳴る前に 先生はこのように説明しました 本当に難しくて厳しい試験です しかしみんなは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 一位 4 3 6 7 感谢您的观看